大型吊车一早进驻八斗子必杀游艇停泊区 工作人员忙着将一艘又一艘游艇吊起 小心翼翼吊上岸妥善固定 八斗子必杀游艇泊区 目前有110艘的游艇停泊 凯米台风直扑东北角地区 23号上午游艇区的游艇开始进行吊挂 避免台风碰撞造成受损 就是台风大潮 这样会比较安心你 对比较安心 这边浪的话可能会遇过体大下来 这边船就整个会倒 如果懒神断掉船就在床里面乱装 管理单位这边就通知我们这边 所有的游艇船主要把它做一个吊挂作业 总共有40几艘 为了这些船主的自身财产的安全 那个机动室政府还有八斗子游艇管理站这边 也很贴心的把提供岸上的安置的位置 让这些船主能够安心的将船停在岸上 这次台风它是走西北台 然后又刚好那个大潮 所以所有小船们的船主都严正以待 因为我们东北角最怕就是这个西北台 那这一次我们总共港内有110艘的这个船 全部都在原博区安置 那但是有43艘小的船 因为它在月亮区影响最大 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掉上来 那总共有43艘小船 镜头来到八斗子游港 渔船陆续回港躲台风 船员们努力绑好缆绳 加强防台 避免渔船受损 台风来势汹汹 外木山海西洪池 及大五轮沙滩 23号中午暂时性的封闭 凯米台风直扑北台湾 金融渔港必杀游艇区 沿正以待全面防台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